大家好,你们的up主熊猫君终于又回来了 然后这次我想大家来看一下我的工作室 就是我画画的地方啦 这边是我的桌子 另外一面呢,是我老公的 这个房间是我跟我老公一起共用 之后的视频里呢 我会有一些说话表心吞字吐字大舌头的地方 大家不要太介意 偶尔也会说错东西 那我们开始吧 我的油画跟丙系颜料大部分都在这个框里 大部分 这个小推车还挺好用的 是在IKEA买的 国内应该也买得着 我看很多国内的人也 就很多的人也用这个 这个是伦波朗的那个油画颜料 我只有三管 只想试一下他们家颜料怎么样 这是Mgram的油画颜料 感觉还不错 还行 我觉得质量还算不错 而且性价比还挺好的 这个是温莎牛顿的油画颜料 我这对焦我看一下 对焦真的是难啊 OK 行 我还有一个油画颜料是 还有在这里的 给大家看一下 挡住了 这边是洗眼液 国内大部分应该都知道了 我是从国内大部分那边听到说是不错的 这个是叫Gambling的油画颜料 也很多人也很喜欢这个牌子 然后呢 这边就是Golden的一个液体的丙系颜料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往下层看 下层这边有一个这个手套 就是一般的那个家里打扫卫生啊 或者是家里那个 我画画有时候 因为其实有些颜料 如果带有什么Cobo啊 什么就是Cadim 这应该叫什么 就 菇啊什么 这些是有毒的颜料 所以 最好的话 如果你会碰到颜料 最好就带一个手套什么的 在你画画的时候 因为我画的时候会经常蹭到自己 这个 就是 丙系颜料 这是Liquitex的丙系颜料 Liquitex跟Golden 如果大家有画丙系的 因为我知道国内画丙系的人 就是跟水彩比 就丙系优化 跟水彩比优化的人相对少很多嘛 所以我在我视频里 基本没提过丙系和油化的颜料 就很少提吧 然后这个和Golden 哦对 我Golden还做了一个小盒子 先随便给大家拿一个看看 这两个是丙系里面 最大的两个牌子了吧 就我所知吧 我只能这么说 我不能说 就是很大的两个牌子 一个Golden 一个Liquitex Golden他们家还做 KOR的水彩颜料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油化颜料的牌子 也是Golden他们家买过来 叫William 嗯我忘了 反正那个牌子也很厉害 但是很贵 我没有买 然后这两个丙系颜料的话 其实我后来测试过了 我感觉其实并没有说 哪个更好 哪个更差 但就我的画的感觉而言 我喜欢Golden多一点 Golden也稍微比这个Liquitex 贵一点点 就一丢丢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这边 这块就叫液体 这种是High Fluid也是液体屏析 但这个更像是那种ink的感觉了 如果就是这种屏析好像做手工的人经常用 就是如果你要用喷枪啊 就是这个可以用用于喷枪 还有这个感觉像什么 这个感觉就有点像 嗯那个水彩的感觉 画出来你可以用水彩纸来画这个 这个更推荐用水彩纸 如果你要画画用这个的话 但很少用这个画画吧 我感觉很少 我很少见 但是也有 这是现在比较就刚出 今年还不去年年底 刚出的这个Liquitex出的一个叫 丙溪水粉 大家都知道那个荷尔拜英他们家很有名 那个丙溪水粉 他们家的丙溪水粉更好一点 负责任的说 我看一下在哪里 那这是他们家的 荷尔拜英家的丙溪水粉更好 嗯 这个新出的感觉 这个说是丙溪水粉 但它更感觉就像是个 哑光丙溪的感觉 它水粉的感觉不太对 就画上用水粉的人都知道 水粉特殊的那种感觉 画的感觉我很难来解释了 然后因为白色丙溪用的很多 我有买一大罐Golden的丙溪 就是那个白色的 哇这瓶 嗯 我买了一个 就有时候买这种大罐还挺心疼的 这一罐 40加币 合着门币 4624 240吧 我这还是打折买的呢 不打折还要再贵一点 然后 接下来这种就比较便宜的丙溪 这是也是Liquitex的学生等级的丙溪 就叫Basics 如果你想入手丙溪 但又不想直接买就是等级太高了 那这款我还蛮推荐的 这个丙溪 这个Liquitex Basics还不错 底下也基本都是这些 然后有些 最底层是我一些学生等级的 那个油画跟饼溪 这也是 这是繁高的油画原料 我就只买了几个大管的 什么黑色啊 什么白色啊 黄色啊 这种 但是我不很少用 我现在不太容易给大家抬起来看 这个是这个是Mgram的水粉 Mgram家什么都有做吧 大部分 他们家的水粉 我感觉也还不错 水粉我用的说实话还是少 我没法 就是我水粉用的比较少 所以我不好直接跟大家讲 说是哪个就是多好 我怕误导 误导你们 所以我只能说都 这两个牌 想买的话 这两个牌都还不错吧 然后这些 这一栏都是一些金属类的颜料 就是不管是油画的 水彩的 只要在金属色的 除了那个 除了那个墨水的金属色 我 非墨水的金属色 全部在这 包括水彩 丙烯 油画 的金属色 都在这个格子里 金属色里面 Golden的这个金属色 感觉超棒的 他们 Golden有个好处 他们都会把 都会把那个就是 颜料实质的颜色 会抹在这里 不像很多 你就是只是打印一个颜色 颜色都不准的 Golden的好处 他就直接把颜色 抹在你管子这边 你看 这里面颜色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超级 好看 我觉得 它有些的金色 好像就一般了 像这个 你看 它还会让你看 它的透明度什么的 所以这有三个黑条 就让你看 它透明度怎么样 你看这个完全看不到 这个超棒 我就是因为这个开始入手 Golden的那个金属色 然后发现很喜欢 但说实话 我金属色很少用到 我真的是浪费 然后下一层就是 我实在没地方放这个了 我觉得这是那个 就是荷尔白银的那个 丙溪水粉 我挺喜欢这个的 这个是真的不错 听说在日本买的话 好像一个才和 美金两三块钱吧 那就是 十五 就二十块人民币左右 好像日本 如果去日本买的话 就很划算很划算 我如果下次去日本 我就很想去买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 随便的文具啊 烂尼包的东西 很多都是从国内买的 然后这还有一些笔芯 这些那个 有些备用的笔芯啊 会在这里 然后我推荐大家买 这个小本子 我自己是很喜欢用这个 这个好方便 也就一两块人民币吧 淘宝上的 哪都有吧应该 这叫 就是一个 就是这种的格子 你写个什么 都很方便 印章跟印尼啊 我就 我的印章都很便宜了 就是因为 有时候画画的时候 那个刻印章 有时候会平衡画面 有些画面 你哪个地方空了 你拿印章去刻 就是按一下 这是我用印章的 基本原则 我不是说一定想 这幅画我要用印章 而是我觉得 这个地方 这个空间我需要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话 都可以用它来 就是打那些地方 就有一部分的水彩 比较中国风格的就可以 然后这个是那个 也就是那个 无竹的那个 挺有名的水彩 就它也挺便宜的吧 但是 我对这个水彩 我视频上很多人最开始 有反对的声音 就是我说这个水彩 特别不好 后来我用了 再说实话 毕竟价格摆在那 按那个价格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水彩还不错 如果是以那个价格 主要是我当时对比的时候 我没可能没讲清楚吧 我是直接把它跟 比它贵 好几倍价格的颜料在比 所以其实也不公平 但是 对 就是跟我自己的颜料比 我肯定不愿意用它了 因为我有更好的嘛 但是如果你就买 买的话 这个性价比还是挺好的 推荐 然后 哦 这个我 这边都是没怎么用的 这个我还没有开盒 是朋友送给我的 就是他刚好走了嘛 他刚好回国啊 他这个也不用 这个还没有开 我想有空用 但一直也没有空 很久了 然后这些 这是国内买的 就是旧的水粉盒 然后这个是 那个 俄国的白叶 这个我当时买还挺便宜的 现在不知道炒起来 变贵了一点 这是我在eBay上买的 就是从俄国直接寄过来的 所以其实价格不贵 和人民币的话 可能一百多 我不知道国内什么价格 但是缺点就 我感觉到它那个 就是有些那个 我就感觉它做的比较粗糙 就是不管是质地啊 包装啊 什么都感觉不够不够好 但是性价比也是特别高 这款我我比 其实非要讲心理话的话 就是适合大部分 水彩上色的话 这一盒比无主 我更推荐一些吧 然后这个盐采 大家都 就这个盐采的 这个水彩 日本荷尔白银这款 大家应该 如果喜欢的话 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 这颗我是 纯靠颜值买的 没怎么用 但颜色 没怎么用 不代表它不好 挺好的挺好的 就是 颜料多有缺点 就是你什么都想 但其实我画的又没 真没这么多 我真的应该 自己多画画 多画画 多画画很重要 想画到好的画 这个是画衣服颜料的 当时打折买的 没用过 没有真正用过 我有试了一点点 没用过 就是它是在衣服上画画用的 原价可能五六块钱一瓶 我打折的时候 好像两三块钱一瓶吧 我就便宜买了 这种女人购物心里太可怕了 净买些不用的 我老公看到 就是他要听我这么说 不得杀了我 这些就是我做的一些手工 做的半成品 基本快成的 半成品就是 我会就先放在这里 就是国外那这儿很流行 拿那种泥去做这种 当钥匙链什么的 然后这些我自己坐着玩的 不对焦我稍微重新对一下 你看这种的 我觉得还行 挺好看的 然后这小毛球 这国内的那个毛买的 还挺好的 不是每一种毛都可以做出票的吗 你看这个毛球就很 一点都不好看 就它你要是真实看的话 特别不好看 这个毛不好 不是这种感觉不对 就是一些纸胶带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的刷子 因为这种 这个我不怎么用 也是别人后来手钱给我的 我之前有帮别人画过墙 就是墙上的画 所以这是当时用完的那个画墙 用的有点像油漆刷 可以这么做油漆刷 然后这种是 我装买的那种 大面积当时想做 就是打底用的那个画 那个Canvas应该叫什么呀 真的不知道 看我视频的朋友不要介意 我真的是 我很多东西是在国外 我国内虽然也学画了 但是很多东西 有说我在国外 才真正就开始用的 所以国内的名字 也没怎么搜过 而且我现在突然 一时想不起来 这东西叫什么 这叫画板吗 还叫什么 不管怎么说吧 就我那个刷的是画 就是给这个刷底用的 刷一层那个GESO 那个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反正打底的 那个白色的膏吧 就是让这个更平滑 或者是如果这个是 本身只是你买过来 自己做画框的话 也是要自己打 打那一层底色的 这个我就不多说 没必要 然后这些就是一些笔 我那边还有笔 这些是我当时 后来打开没有用的 新的笔 我就放在这儿了 就是什么时候需要 什么时候用吧 这些 国内有些笔 感觉还不错 就是性价笔还挺好的 有些的话 像这个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用 就是暂时想不到 用哪合适 你说用水粉吧 有点厚 它这个没有行 其他有更好用水粉的 反正有点鸡肋吧 有些有点鸡肋 好 不说这个 然后这还有就是 我做那个低胶的 低胶那个还蛮好玩的 然后接下来这是香 这些是大家知道的话 这很少 应该知道的人不多吧 这叫现香 因为我感觉 喜欢这个东西的人不多 我当时也是一时兴起 就很喜欢 我一喜欢东西 就会疯狂地想买 就是为什么 我有这么多 砸一砸吧的 后来也就 也就那么回事吧 日本有些现香 还挺好闻的 这就是练毛笔字的 我毛笔字太丑了 但是后来买了以后 没怎么练 很多朋友说 我之前录过类色的视频 他们说我手抖的不行 然后看头晕 看我做的那个视频 然后我想 能用支架 用这个架的缺点就是 我录着录着之前会断掉 因为我得调位置 你看 这就是大家说的 我做了三盒 真的很好用这个格子 有空 如果你颜料也多的话 可以这样自己做一下 成本很低 因为这个泡沫版嘛 你就自己拿胶袋 沾一沾 切一切 你看这边的 这就是我那个 Golden的丙烯的颜料 买了 买了七八 七十色吧 在这里 就是丙烯跟油画的话 我更喜欢油画多一点 但油画真的是 每次画我都会感觉 我不方便 然后接下来 这就是手工 这个 这版我带大家快一点看 因为基本都是手工一类的 这个就是 什么粉啊 推荐 如果做手工的 这种什么感光的 就是热 就是有一些是 感受热度不同 做颜色变化的 有些是 因为光线不同颜色变化 这个粉还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大家可以网上查一下 我觉得这个做手工 还蛮好玩的 然后这些什么亮片 金葱粉什么的 国外买这种东西超贵 国内买超便宜 国外简直跟 就是你知道了国内价格 你再看国外价格跟抢劫一样 然后这块是一些什么 小亮片啊这种东西 其实手工类的东西 国外卖的特别特别贵 如果你在国外的话 尽量不要在国外 买手工类的东西 好坑的 这些小东西 接下来我在eBay上买了 因为eBay很多都是国内买家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运作的 因为他们运费价可以到很低 比如说一块加币 就是包运费跟产品啊 就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 然后这里 这些还是些手工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啊 这也是金葱粉的什么 然后这些是些小配件 这又很快的看一下 手工的 然后这个珠子什么的 我很喜欢这种漂亮的珠子 也是很多层 然后底下 也就这样子 基本都差不多 我都是拿格子分好的 然后这就算什么低窍 我没什么可看的 然后上面这些 倒有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上面这个 这个是DS做的 就是一个叫 你知道油画跟那个丙烯 需要底部打底 就是有些 就是画板需要打底 像这个是水彩打底 叫water color ground 就是如果你想在金属上 这个好像是在金属上 也可以打底 就是你想在金属上画水彩 可以拿这个打层底 木板上没问题 拿这个打层底 你想在 按它介绍的时候 哪都可以 但我感觉在布料上不太现实吧 我不知道没试过 但是就是除了布料上 他们好像我官网上 也有测试说是好 哪都可以 它官网上没有说布料不行 但它没有测试 然后一些是 浇水 油画的颜料 这油画 因为你要画油画的人都知道 油画里面很多 就也需要的 烂精包子颜料还挺多 但是其实我的 我的都是这些基本一点的 这是做水彩颜料用的东西 我自己有试过做水彩颜料 还行 不难 只要工具权就很好做 然后这也是白色的打底 我这个挺想给大家 做视频看一下 但我一直 我这个一直没有想做视频 就是因为实在是 因为我做这种材料类视频 如果你们买不到 你们看一下就感觉 就是图个新奇吧 如果大家觉得 好奇这个东西 我就做一个 因为我感觉 如果大家不会去买的话 也没有 就是方法去买的话 就很浪费 就是我就做这一期视频 大家浪费时间去看 除非觉得这个很好玩 这个画油画的 我很推荐 画油画的 我更推荐的是一个 是Winston Newton的 我一会儿到另外一个区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看 这个东西 就类似于加快 加快它那个干燥的速度 让油画干得更快 就是在 混在颜料里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画起来的 我的手感 是Gambling的Galkey 这款我画起来 手感更好 但是它 干了以后 它是一个 就是很高光 就是叫什么 Gloss的感觉 就是 就比较亮的那种 不是那种哑光的感觉 哑光的反应 是什么高光吗 就是不是很哑光的感觉 就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 我觉得不是很喜欢 我不太喜欢 它直接就 就强制让我变成 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Stand Oil 我也没怎么用过 就反正先买了呗 然后这个是 这是做那个 就是最后一层 就很多 这些词 我真的是在国外看的 我就不知道 怎么翻译成中文 就是Vanish 就是那种 全画完以后 再画一层 就是 再画一层 让 就保护画面 还有让颜色 变得更鲜亮的一层 就是画油画和屏息 游戏画的 基本都会用这个 打一层 就是结束了 画一层吧 然后这些就是 丙烯的 丙烯的那个 Vanish 这是丙烯用的那个 最后打 保护层打的那个 然后这个是Gesol 什么 这边基本都是Gesol 跟Vanish 什么这些液体类的东西 画油画的这个 很推荐 给大家看一下 画油画的特别 推荐这个 这是Gambling的Gamesol 它就是说是 因为画油画 大家知道 那个很多都有毒啊 什么也不好 什么那种液体 这个不管是你洗笔啊 还是什么 不管是洗笔 还是 还是调 就是混那个 就是调和的东西 比如混到 混到这个Standard Oil里面 或混到什么里面 都很需要 价格稍微贵一点 这一瓶是33加币 30不止 忘了 好像打折的时候 30多加税 就不到200人民币吧 但这罐其实你好好用 不要浪费 也能用挺久了 我用了一半吧 我用了一大半 这块就这些了 后面都是什么 大瓶的都是Gesol 什么用的比较多 然后这边就没什么 都是一些 这边就没什么 都是一些药啊 什么的 还有一些手工 这些就是手工什么的了 就没什么 我手工那个珠子 我也提前做了好多 就是也是那个珠子 我自己那次 花了两三天 做了这么多 就那两三天 就不停地在做 一直在烤这个东西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 随手可以拿的 什么颜料盒 就也没有什么 特别主要 你看 那个是 美杰勒的 那个金色 那个水彩颜料 那个套装里的 那个盒 我以前介绍过 这个盒 我也就不拿 这是 温莎牛顿的一个 水彩盒 这个水彩 如果你去野外写生的话 我会很推荐 因为 怎么说呢 野外写生 大家都知道 弄水啊 花水彩弄水什么 都特别麻烦 这个就是一个 超好用的套盒 我不知道我这个 有没有做过食品 帮我 中间是装水的 这个是 水彩的颜料 这个你可以提款 他们颜料我不推荐了 也不是不推荐吧 就是你 如果你有更好的颜料 就换掉呗 然后这些什么可以拆过来 这些都可以拿开拆掉 这也可以拖出来 这个 哎呀 哎呀 他们这个小盒 跟小机关一样 就各种 各种打开用 还蛮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为了这次视频的拍摄 专门收拾出来的桌子 多干净 这对我来说 已经非常干净了 大家千万别说 这也叫干净吗 已经非常干净了 这是我还收拾了好久的 这个是 昨天刚买的零食 那个品刻的薯片 还有一个巧克力酱 是真子巧克力酱 我就拿薯片 蘸巧克力酱 不然因为很好吃 但是还行吧 姜酒 然后屏幕的话 这个是我画画的那个 叫幽机的那个 手绘屏 我不太喜欢 这当然也很老了 五六年 有个四五年了吧 这个屏 然后底下呢 就是 这些都是我的画本 都是些画本 我就不详细给大家打开看 这些纸嘛 这些画本啊 各种各样的画本 就是应该叫 变色龙的这个牌子 它的logo就是个变色龙 就是这也是一个 像Copic Marker 那个日本Copic一样的水彩 酒精马克笔 这酒精马克笔里面 那个颜料 我有这个 但没有他们家的马克笔 我要把这个拿起来 跟那个Copic一起用 因为当时打折就买了 要不然我也不买 对 我就喜欢打折买的东西 然后就是 这是我买的 几本 几本书 还有些在另外一个房间 还有一个就是 达芬奇的书我也买 但没怎么看 就是早到 我真的还挺喜欢它的 早到的 这两本 当时出了我就买了 还是从 就草稳上买的 这边买不着 两百多吧 这本 还可以 印刷的质量什么都很好 这个是买的那个 陆盒的那个 大家也知道 我之前有画一幅 就看他这个来画的 也不是看他这个来画 不是在这里头了 就他画的一幅画 后来也是别人跟我讲 那他的画 然后 就画了 有那一幅 后来买的他的这个书 也还不错 但是 非要讲的话 我更推荐 就是 早到的吧 我更喜欢他的 这个更有点像 就教你怎么画画的感觉 告诉你他的步骤 什么的 对我来说 还好吧 我觉得这本 看起来没有他 其他的画好 所以一般 然后这里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的地方 然后这个就是 我常用的一些笔 剪刀都会放的 这两个水罐 就是 画画的话 其实你有两个水罐 会好一点 这样子你不需要经常换水 一个是比较脏的笔洗 脏的笔洗完 再放干净的水罐里 建设家都用这种方法洗笔 然后这边是Copic marker 就挺有名 这个不是 这个是PRISMA Color的那个 marker 然后这是Copic的 marker 就这个很有名了 就没必要看了 就反正Copic的嘛 这个别看就这么一点 这合上有好多钱 我的天啊 Copic marker 我当然很早就说过了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 或者很爱用的话 可以买 像我这种 只用个两三次买的 就是真的是 喝 就买了有点后悔 但是 但是就是 大家都说好 就很想买 然后这个是Shaper 这个笔 就随便买 这些有些都随便的 就没必要跟大家讲了 这个我推荐过 很好用的 以前洗笔刷那个 有讲过的 这个特别好用 去买 去买 如果你需要的话 如果画秉锡跟画油画的建议一定去买 或者雷射的也行 不一定是他们家的 上面的有些 这个有好多 这个是伞的打折 几块钱 这个盘当时散掉了 碎成扎了 这一盘 然后店里两块钱卖掉了 那这就是坏处 一摔得 你看 这个就是 可不是店里会经常有的 你看一摔就成扎了 我刚刚摔那一下 这块就裂了 之前是好的呀 之前是好的 行吧 然后 对 这个的话我也有 那 买了还没用过 这个就是这种粉彩的话 我画 但是就是 我一直没有找特别喜欢的 花粉 花粉彩的纸 花粉彩的纸特别好的 还挺贵的 然后我在加拿大这还不好买 加拿大其实比美国购物麻烦很多 不是说是美国加拿大行连的很近 美国哪有 我加拿大也很好买 不是的 不好买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我做的格子 跟那个 跟我之前放颜料的格子是一个东西 这是之前讲过的那个 Decol的 马克 这个就是 这个叫Pink 马克 不是酒精类 它有点像饼锡 或者是做手工用那种 就是沾水也不掉的 就是 你做手工化也还行 可以用 但现在好像出另外一个牌子更好用 这个也是推荐的 也想做 视频一直没有做的 就是 美杰勒的那个水粉 就掺了以后 把水彩变水粉 那个东西 有个 我买了两个白色 一个黑色 然后上面也是一些 小瓶的颜料 我专门分装过来 为了我自己用的方便的这个 哎呦这个都快坏了 天哪 你看这瓶 我看这瓶都快放太久了 都没怎么用 这个是那个masking tape 就是遮盖液 这是另外一个牌子 这是Dr. Martin那个牌子 好像说是也不错 我就买了这个 还不错吧 就是用太少 用多的反而是这个 但这个味道真的好臭啊 这个 遮盖液 这个便宜啊 这个很便宜 但是真的好臭 效果也不错 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除了臭以外 没什么缺点 还有一些什么 哎呀 黑色的钢笔水啊 之类的 也不说钢笔水 这不是钢笔水 这是黑色的 这个钢笔不能用啊 这种钢笔用了就堵了 这种是黑色的那种墨水嘛 就是有时候勾线什么用的 这些就是我自己裁的纸 自己裁这大小的纸 也没有什么太多好处 这些奇葩的东西 然后这块就是我的笔了 这些就我经常会用的笔 我会分罐 上面的就是毛笔那种 就有挂线嘛 我当然觉得这架子还挺漂亮 然后这个 这个 这罐是 丙烯或油画用的水彩笔 怎么说呢 就是有些笔做出来 其实是给水彩用 比如说这是 这个是那个松鼠毛 这是松鼠毛 缺点是太软 优点是它含水量比较高 但我当时 因为我画油画的时候 因为油画跟丙烯 我说你要画很细的地方 其实那种猪毛笔是不合适的 你得用这种 其实像是什么 雕毛笔都是可以的 只是就是会比较耗损嘛 然后这种笔 一般只要是 你把它当做丙烯 或者是油画笔用了以后 你不能再拿回去 继续当水彩笔 用起来感觉会不对 所以这盒就是 我把它变成油画和丙烯用的水彩笔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盒 这盒是常用的 因为一罐水彩笔 我放不下了 这一罐都是我喜欢用的 那我放不下了 我最常用的 我单独放一个格子 这个笔以前我推荐 我以前做过那个推荐 依旧是最喜欢这个 推荐 黑天鹅的 真的很推荐 还有什么 什么摘的那个小 那个染 那个名字 那个很好用 这个也很推荐 这个华红的 这款橘色 这很便宜 我挺推荐 尤其画 你要画水粉的话 可以买 因为其他比硬度不高 画水粉硬度太低的话 就是 画水粉就知道 它因为 不像水彩一样 很软也没有关系 但就是 笔太软的话 你画起来很不顺手 然后这是化妆 刷那个有些 比如说我正在晾干的时候 就放这了 还有晾干笔 不要这么晾 我是因为已经干了 我之所以用这个 就是因为它可以横着 它这样子也可以嘛 就可以这样子放到一边 就这样子 也没关系 这就是我 为什么放在这里 我主要买了一个这个 这本来是 放化妆刷的 主要买了 放这个 挺好用的 还有如果你是 画油画的话 不知道买什么画板 自己去 买一块玻璃 当然要质量好的玻璃 不能随便那种 脆脆的玻璃 质量不好 这种很厚 这种是有点像 刚化玻璃那种的 找朋友 拿的 然后就是 然后再准备一个 这个东西 刚好给大家再看一下 我这个盒子里都有什么 这是我的粉彩 这是伦波朗的 这是伦波朗的粉彩 我一套 我全都 基本颜色是起的吧 好像是起的 还有一个 这个是 Cinelli的 Cinelli的 这个是Cinelli的 这个短色的 我就不碰了 这一碰一手 但是喜欢颜色的 一定很喜欢看这个东西 我给大家专门拍一下 对 这个东西 你就算看都感觉很爽 就这种红色的感觉 然后它那个 你知道就这种 很高的 色粉在里头 那种饱和度 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Cinelli 这种特别光滑的 是伦波朗的 就这种稍微 看起来粗糙一点的 是Cinelli的 其实这个会更好一点吧 也更贵一点 这些粉彩 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画油画的话 一般干文的话 就拿这个刀 把这个刮掉 就继续用这个 那这些不用的铅笔啊 这个很便宜的学生等级 就学生等级 儿童等级的水彩吧 就是有时候 当时是 我一会儿大家给大家看 我当时是买了个盒子 那里面附赠的这个水彩 应该是盒子是附赠的 主要是卖水彩 但我水彩不要 我要盒子 然后这个就一般的铅笔 这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一个叫羊毛毡的东西 来打开看一下 就这种羊毛 然后搓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比如说是这样子的小猫 看到了吗 那边的小猫 这就是羊毛毡做的 还有那个小熊 羊毛毡做的 光一遍 然后现在回归正题 讲这个部分 这边就是 这个是我放水粉的盒子 这个盒子我挺喜欢的 但是水粉真的不适合放干用 真的除非你经常用 可以放盒子里 要不然就碎成渣了 真的很烦 我就特别头疼 我想把这赶快用完 但是扔了又觉得很可 就我也不可能扔掉它 因为这个颜料洗掉的话 这颜料也挺 就是温莎牛顿那个颜料 也挺好的 就是有点浪费 但是我用的少水粉 这我之前有做过视频的 自己做的几个颜色 买的空盒放的颜色 这是自己做的那个水彩颜料 这是拿化妆品那个 有一个是拿化妆品那个粉做的 有一个是拿我买的 买的那个 买的粉做的 买的那个金属粉做的 然后 这一抽屉都是一些硬盒 有一些是丙烯的 丙烯的墨水 还有水彩的 这是金属色的 金属色 这种瓶装的 我就不想放那了 瓶装的我都放在这里了 然后看 这个应该挺有名的吧 Ecoline的那个 挺多人 应该有看很多画家 就是什么门小雷 他们他就特别喜欢这个的 我也是因为他 哎呦我的天哪 吓死我了 然后他买的这个 这个还不是我买的 这是当时 有个活动 然后一起画画什么 得奖得的 然后就一个小 就是我们这本地的一个 一个美术店弄的 然后就得的这个 我 我没有 不知道怎么样 一直想着做视频 一直没有做 就是当时做视频 买了几根 那个DS的水彩棒 也说了 DS水彩棒 不如管装水彩 能买买管装水彩 不要买水彩棒 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也算比较有名的 DH Dr.PH Martin的水彩 还可以 但他们那个 12色套装里的 那个蓝色 说是 那个Ultro Marine 应该算是群青吧 说是群青 但是感觉完全不群青 我不喜欢 我感觉有点不准 其他颜色倒还不错 除了那个群青以外 都挺好 这个不推荐 当然国内 这个牌子是可以 但它的金属的颜色 我不推荐 这个牌子还行 这个FW 这个什么 这叫 这是 Daler Ronnie的吧 反正就顺便一提 这个 他们家牌子没问题 就这个系列的珠宝色 不推荐 难看 这些都是金属的 什么 我画金属 这两个钢笔水 曾经推荐过 还是给 虽然大家不用 这个是正经的钢笔水 这个好在哪呢 因为钢笔不是 玉水就会化开吗 这个不会 干了就不化开了 特别重要 专门从美国买的 很喜欢 国内淘宝有能买到 我见过 然后下一个 这个都是我的 实在是没地儿放 三一学 本来只是想放 这些本子的 我很多都是没地儿放 这个是我专门 自己后来 为了画那个什么 组的一盘颜料 就是画风景类的 弄的一盘 只有 基本只有红色 这个绿色都是属于 有点那种 Tiffany蓝的那种绿色 我该怎么解释 就这个也 也不是绿色 叫另外一个颜色 这是那个什么 叫Turkoy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一版我专门是画 那个 专门就不同的牌子 有文莎纽顿 有DS 也有荷尔白银 就专门凑起来 画这类型水彩用的 这种写实类型的 看到了吗 那个小火车 哎呀 这个 照彩有点暗 没那么暗 就是画这类型水彩用的 不是画那种风景啊 不是画那种 当然也可以画其他类型的 但是我装着拼材为那个画 为那个弄的 这个是小盘 我想赶快用掉它 当时做了一个我喜欢的颜色 那个视频弄的 然后 我反正想赶快用掉 也是有颜料 你知道用颜料的人 再多颜料你也不想浪费它 不是说你浪费了 不是说你颜料不够 就是不想浪费颜料 所以一直也没清晰 想把它用干净 这个是还比较推荐的 那个 Prisma Color的铅笔 这个挺推荐的 现在国外卖的不贵 这我买的是多少钱啊 90吧 不到100加币 就算税后100好了 那就五六百 五六百 五百人民币 就应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在这之前原价更贵的时候 所以我就给我意识上的感觉这个不算贵 因为大家知道颜料这个东西啊 很少打折 尤其好一点的 这个是推荐 他们家 这本 跟这个是一个牌子 这个叫这个 看到吗 Steelman Brain 然后这个牌子水彩本 我就尝试性的 有 有画了 测试 这是当时 这个本子也是那个 当时那个比赛 然后 赢的 然后给的 然后当时后来我用了这以后觉得 哇 是我心里想那种水彩本 它的好处在哪 就是他们 这个牌子有好多系列 这是Alpha这个系列 这是Alpha Series的 这个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这个也算还 价格也不算太便宜吧 也不贵 就是水彩本就正常价 就不是水彩 速写本 或者是叫 写生簿 这边叫Sketch Book吧 这个 还算不错吧 因为 它既能 能受得了一定量的水 但它这也不是很厚 你看 这是多少磅啊 这好像是 让我看一下 这后面 它这个系列有好多 它有 它有什么Beta Alpha Gamma 这还有几个系列 这没有立出来 然后这个好像 我看一下 它会有磅数 它是有这个 这个是150GSM 就是一般我们的水彩 水彩纸不是300吗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就是 那个一半的厚度 但它能接受得了水 马克 酒精马克笔 我没试过 但是 铅笔 画铅笔的感觉也不错 然后 我画水 这是 这个我是拿水 那个 丙烯水彩 然后这个是水粉弄的 然后这个是丙烯 丙烯水粉色的 然后感觉还不错 你看背面也可以 很轻的 那种 刷一层色 水都hold得住 扩散也不错 这就是我喜欢这本的原因 因为 有时候你画水彩 就是画 就这种 随便练习的本 你不希望它 纸有特别特别好 但是它们也有 更好的纸了 就系列 就是它们也有300磅的 这款是它们的什么的 mix media的 我还没试 后来因为喜欢 我一句 我就把它们家 好多系列全买了 这个系列 还有 它们俩 就是很多型号 这个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更小一点 是这个形状 因为这个我特别喜欢 我就买了 还有一个形状 这是这样 这样开的本子 然后这个是 这是另外一个的 这个是Delta系列的 这个纸好像更厚 你看这个纸就比较厚 看这个纸是 基本是300 这是270G SM的 这个是它们这个Beta系列 好像也是厚的 对 这种本子 我很喜欢 就是 我看就很喜欢 过年 去年过年 应该算 这个过年算哪个年 过年 去年 年底 19年年底 算是今年过年 还是去年过年 头腿 然后这个就是Alpha 那个长的 因为这个是 里面我觉得 因为它如果纸厚的话 一本就没有太多 然后纸厚的话 你会感觉 这个纸质量不错 你想好好画 但是 这种Sketch Book 可真正的意义 就是让你很随意的话 不要想着画 不要害怕画得不好 或画得难看 或浪费纸 不要有这种想法 所以 因为我用好纸 有时候就想 不要画坏 不要画坏 不想浪费它 就这种感觉 这其实是不好的因素 这本有空 我给大家做视频吧 这个以前那个 就是 这个纸 厚不了水 我有试过 放水上去 就会了 但是这个纸 就是一般的话 你看这个 我一放水彩上 你这怎么斑斑点点了 这个纸就不行 当然它不是不好 这个纸是Moskin的纸 也挺有名的一个做的牌子 Moskin的 照不出来 好像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 装备的sketchbook 他们还有what a color的book 然后这是ZELTA 好多 这个盘我觉得还行 我不讨厌 我挺喜欢的 然后这本 这本是 因为我有时候 做graphics design 或做游戏的时候 会在他们随便画一画 做那个 就随手画的东西 因为其实 做文章真的画画的话 学手画很重要 这本我不喜欢 我之前提过 宝红的这个 我这个是 细纹的 特别不喜欢 不像纯棉纸的感觉 当然有人推荐说 粗纹的好用 我这次从淘宝上有买 但现在大家知道 这个疫情啊 所以没有人 就没有人回国 我就拿不着 我买的东西 我这次也没有用代购嘛 想让人帮我拿 想让我老公回去说帮我拿 这个 很一般 我不太喜欢 价格有点偏高 当时没注意看 我以为这是 百分之百的 那个全棉纸 结果 不是 我没注意看 因为这个纸 当时还 这个小本也十块钱呢 就十几吧 十一还不是十块 就是人民币 五六十块钱 这一本还这么小 还不是纯棉呢 行吧 就我当初 也没仔细看嘛 以为是纯棉的 他们家有纯棉纸 然后这就是国内买 才八块人民币 超便宜啊 就是好像是 画水墨画用的 这个好像也不错 这个还没用 好多纸买了没用 都是 这个牌子 stonehenge 那次是去年 18年年底推 18年出的新的东西 挺好 我挺喜欢这个质感的 他们家出了好几个系列 这个是带颜色的纸 好像也可以hold得住水彩 所以我专门买这个带色 这个是刚刚那个小款的 就是 我就会随便 换点东西 不行 我说嗓子都哑了 然后 行 这个算看完了 我们把最后这 这底下一个看完 我就觉得 这也快差不多了 赶快看完 然后 这个 这个是 我的 这也是Sinelli A的 那个 这是油画报 Sinelli A的油画棒 还不错 他们的油画棒 感觉还不错了 就是pasteel 就粉 那个棒粉 还有水彩 那个油画棒 和粉彩棒 都感觉更好一点吧 就相比于他们的水彩来讲 虽然都是质量不错的 这也是个sketchbook 然后这个是我手工做的 这是手工做的 拿纯棉纸 我自己做的 哎呦 我的天 自己做的 嗯 水彩本 画了一点 没画完 就有空给大家看嘛 就花了一点 然后我就不放回去 放不回去 然后这些盒 这个 这个 彩色填笔也还不错 当然 这是Faber Castile 国内有好多 Faber Castile的 铅笔 很便宜 但是不要买 那种质量不好 这个是国外产 就国外那种 这个是质量不错的 但这个比 那个prisma color还贵 我就只买了60色的 这个好像挺 这个用起来感觉更好 更能画很细的地方 然后 这几盒都是以前 我做水彩说过的 什么 就是有一盘是 有两盘是DS 因为我现在DS的颜料很多 有快90个颜色了吧 忘了多少色了 反正挺多的 然后又放了两盒 然后还有一盒呢 哎呦 给大家看 哎呦 天呗 拿着好麻烦 这个盒太大了 真的是 还好我这抽屉 能刚好放下 瞧我这不 哎呀 这个是荷尔拜英的 我这给大家看一下 我一般会 上面写好 它的牌子 我也写好 它的牌子 哎呀 对不了 不管怎么说吧 这荷尔拜英的颜色 挤过来 用的很少 基本的更新 就是挤完以后 没怎么用过 也放不回去 就来了 嗯 对 然后 我的水彩本 这个我打算 画完以后 给大家做一个水彩 这个是自己涂了一个面 涂了那个 呃 没画完 就画了这一部分 这个我出去 呃 旅游的时候 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 都会戴上 就有时候想画画的话 还是会画 这个就是我经常 大家有看我频道 就很经常看到的 一本水彩本 前面都是水彩的 这也是我自己做 那个本子 都是 我用的不同的纸 这样为侧嘛 这前面都是水彩纸 就是纯棉的水彩纸 呃 然后这是金的 全是金色的 各种各样的 呃 这个是有DS 所有的颜色 我有的 还有这是 这是颜色 这个纸张 水彩纸 对颜色 有多重要 有钱买好水彩纸 呃 也不说 也不要 就是 有钱的话 更容易 更应该画在水彩纸上 这样说 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 同样的颜料 同样的颜料 同样的排序 不同的纸 这就是Sennelier 就那个Sennelier的学生等级 我当时嘲讽过的 这是那个 Ink 还有温莎牛顿的颜料 后面这个纸是 稍微便宜一点的纸 就一般的木漿纸 有些测试 后面就是油画跟丙烯 我有的 油画丙烯 我一定会打个黑杠 因为水彩基本都是透明的嘛 但油画丙烯 你会希望它是不透明的 但是基本 你别看油画丙烯 你看多透明啊 很多 大部分都其实都挺透明的 只是看你用法了 你怎么用 油画丙烯的 这个 什么油 丙烯水粉也会在这里面 丙烯的各种 还有印章 这本本子我都快用完了 觉得也挺好 这是我唯一快用完的一本本子 感觉还挺有成就感吧 也不能叫成就感 就你知道东西都是 都是一个本子 就前几页有 感觉挺不舒服 也不至于难受 就感觉挺不舒服 让我们继续 说过了都是水彩纸 都是这种20乘以30英 我说20乘以30 都是用英寸来说的 就很大 就特 大家能看出来吧 就挺大一张纸 就那种纸张单卖的最大尺寸吧 然后 这都是水彩纸 各种水彩纸 全是水彩 有的是纯棉的 看这个 都是纯棉的 是那个 以前 另外一个视频都说过 我就 有兴趣 也没什么好 太详细讲的 就是纯棉纸 都纸 这块也都是些纸 我就往这一放 有些 没画完一半的 这个当时也是没有 这是画了一半的 这个不是没画 这不是画一半 没画呢 然后有些纸啊 什么板啊 大一点的放这儿 然后底下这两盒 里面也就是 什么新的笔刷 因为大家以前看过 我有很多 用都没有用 因为它那些颜料 我是重复的 我当时买的 有些颜料是重复的 没有用的 会放在这里 这箱子里 这底下 这蓝盒底下 那一箱也都是 没有用的颜料 什么的 都是全新的 然后这些有些 手工的布啊 什么的 这个围裙 这个围裙不错 这个围裙的质量很好 也有点贵 但是质量很好 就是你画画 有的时候 做手工 经常会弄到嘛 就挺好用的 这个 有点背光 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光线 特别不好 就太背光了 这个是 这盒是那个什么 这盒是伦伯朗的 当时 其实我已经有了 颜色全是宠的 但当时 这是被人 已经用过 我买来就长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是 我就喜欢盒 还是 怎么回事 我就很想买 但其实这个买的 价格并不算 太盒算吧 也还行 也不亏 这是别人用过的 基本跟全新的一样 它用的很少 好像多少钱买的 670 10加B 还行 价格还可以 就这么一层 这个原价 因为它用 就只是带个盒 就贵了好多好多 就买了 还可以 但缺点是 我都没用 最近我一直在想 因为我现在还 如果画粉彩的话 我之前画了粉彩了 就是画粉彩 很严重的东西 就是你要怎么保存 那个画 所以一般是用一些 定 你知道定型液 还叫什么 就是固定 上面色粉的液 然后那个你要买到一个很合适的 加拿大其实很多东西都不好买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买的那个盒 这个盒 这一格还空着 还没放东西 这个放的是 所谓的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一种叫 可溶于水的油化原料 这是温山牛顿 他们家出的 可溶于水的油化原料 叫 叫 应该是这么读吧 你看 Water Mixable Oil Color 就是你拿水也可以 因为有些人 不愿意画油画 就是觉得很麻烦 各种调合剂 各种东西 你要明白怎么用什么的 这个就是 而且油画贵 也贵在你洗 你也不能拿水去 也不是不能拿水洗 就你中间画画的时候 你比要洗一下的时候 你肯定不能拿水 你得拿那种 就像我刚给大家看 那Gamso那种容剂 那也是花钱 也不便宜 就你洗笔 还要用那个东西 都挺贵的 但是用那个的话 拿水就可以洗 这就是一些纸 我切好的纸都是纯棉纸 对了 这个薄的是 我当时买的90磅的 就正常是140磅 这就是正常的 三分之二的厚度吧 就是 因为国内好像是用 300GSM定的 这块很多 有些是用 他们拿GSM当单位 有些他们是拿磅做单位 所以这个是 就相当于正常国内的 水彩纸的 三分之二的厚度吧 就最普遍的那种 300GSM水彩纸 三分之二的厚度 然后这个是 叫桑 叫什么 英国的一个牌子 很有名 大家应该 知道 叫桑 记不住了 叫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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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什么 就S什么大头 对 可能是S大头 那个牌子 挺好的 我还 除了因为我们在加拿大 这买的挺贵的 我这个还从美国买 也不算太 就是价格合适吧 因为 就是那种 正常的客数 我觉得有点贵 我买了个90克的 没想到90克用起来都还不错 我就觉得这个牌子真的还不错 可以试一下 也是用水彩纸 没什么 这块 有些 这桌子就比较乱了 这个很推荐大家 如果 因为现在 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说实话 就是做这个视频呢 也是因为 这个疫情的 有一部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 因为大家可能在家也很无聊 我就想 一方面好久没做 一方面 想做长的 大家 有时候在家里 不会那么无聊 解解闷什么的 你看 这个 这个我觉得 如果在家玩就很好玩 这个 就那个 就那个小珠子 这叫什么 这个我在淘宝买的 也不贵 但是推荐大家买质量好一点的 这个就是 年起来下午会更好一点 名字也忘了 大家往上 好像原派吧 但好像还有一个牌子 比这个原派再好一些的 原派算是质量偏好一点 也差不了 价格差不了 还有一个牌子 我忘了 真的忘了叫什么 但那个价格好像质量更好 但如果你要买的话 就好盯着一种珠子买 要不然因为他们的容点 什么不一样 要不然不一样的珠子拼起来 就压了以后 效果不一样 这些也就是 这些都是做手工的盒 没什么太多东西 然后这块就没什么太多 这是我切纸 这块是一些纸跟一些布料 底下是毛毛的布料 我有很多布料都藏在街角大拉里 都还蛮紧 然后底下 底下就是一些 也是一些纸啊 还有那些化妆品 都是我不要打算 做手工啊 或者是什么时候用的 那些 还有这些 也是做手工的泥啊 什么的 那基本上就这些东西 没什么 都是一些颜料纸张什么的 就不打开给大家看 就没什么东西了 颜料和纸张 这个视频录到现在 也就算结束了 然后之前也提了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比较严重 希望我多少做一点事情 就是做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在无聊的时候 可以在家看一下 也当然希望国内一切都好了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吧 所以这个视频里呢 我很多东西就大概 只是随口提了一下 没有讲太细 有些我觉得不错的 还是会给大家 就是有 在讲炳熙跟眼 那个油画的时候 多提了一下 因为我视频里 很少提这两样东西 再给大家看一下 转一圈 这也就是我平常画画 做视频 玩游戏啊 看电视 包括吃饭 我跟我老公吃饭 都不喜欢在那边的桌子吃 都是喜欢就在这 因为就我们两个人嘛 然后墙上就是一些 我平时有画的话 我会贴上去 我直接盯上去 所以我墙上有很多的 这期视频也就是这个样子啦 希望大家在国内一切都好 拜拜